你好 蘋果自Steve Jobs時代 已經深奸自家芯片 晶片有如人的大腦一樣 不能夠假手於人 否則只會影響未來的創新 和自由度 從蘋果芯片的發展 可以大概知道 當年隻手可熱的應得已如何失寵 蘋果的半導體部門 如何協助蘋果 成就不同功能的超卓產品 在搜集資料時 讓我認識到X86 和對的架構 也認識到優質晶片 應該具備什麼元素 中國的超級 中國是超級的製造業大國 可惜在芯片發展緩慢 是否能力不及 還是缺少危機感 美國由於感受到中國科技的威脅 用盡所有方法去阻止別國和中國的合作 雖然 我時時刻刻都憂慮中國的科技發展 幸好在我心目中 最壞的情況未有出現 對 就好 有足夠的 也有足夠的 確實在與aded 入口 一步 第二 在小佐文 先知道 一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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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